吳怡軒 你很難想像一個當過記者的人 沒錯 竟然在記者會去嗆記者 對 不過呢 因為他會拿體溫計去量現在的室溫 但我也不覺得離譜啦 就他直接嗆記者說你現在是想怎樣 對 對 我想問問題啊 吳怡軒直接嗆說 問東森記者為什麼特別影響我們記者會流程 啊 人家是問問問題啊 對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後續阿普說現在是想怎樣 哎呦 你知道他講這句話之後呢 我有住在高雄的朋友就跟我講 他說在我們高雄 你如果說這句話後來就出來要輸贏了 現在是要怎樣 就是出來就要輸贏了 就要輸贏了 你已經被小胎妹了 你以為講完這句話沒事嗎 不對 講完就要輸贏了 友台那個記者是年輕的 因為他比較資淺 對 可能禮拜天也被叫去臨時叫去代餐 這兩天我特別看了友台的節目 是都在殺科文的 24小時都在看科文的 四叉貓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嚴重 先是招白衣男子搶奪攝影設備 防害名譽強制後 又招另外一名黑衣男子丟寶特瓶 言語謾罵 你還被丟寶特瓶 這基本上這幾條罪 剛剛律師跟我們解釋過了嘛 強盜罪是五年以上 而且這沒辦法一顆罰金 真的你們小草可能會比阿伯早進去關 看鏡頭一轉過來 我馬上開始裝哭 我就裝哭說 好可怕 我好害怕 我有放感情下去 我覺得哭得比國昌老師還要爭執 是是是 我就在那邊講說 我好害怕 我好無助 我好擔心 他們都攻擊我 對 就那個那個 他在哭 我覺得在今天 這幾天民眾黨立下一個最糟糕的釋法 就是鋪天蓋地的攻擊釋法 坦白講 你的人被抓了 你喊冤 這是一定的 你稍微對釋法有點維持 我坦白講 我也覺得人之常心 可是民眾黨選擇入宿是 鋪天蓋地的攻擊釋法 包含說 北檢什麼 不當搜索私人區域 包含說什麼 疲勞問訊 荒哥也說 這些事情 大家都看不下去 連國民黨的吳宗憲 地委前檢察官都出來 嗆民眾黨了 荒哥 其實這件事情 到現在算是告一段落 讓我最難過的事情 不是柯文哲沒有被送 而是就如同我剛剛講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司法 受到傷害 第一個是 法官是不是在群眾的壓力下 在政治壓力下 不敢遵照他的新政 做裁定 這個只有法官自己知道 我也不去做任何 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國內有一個政黨 在立法院是有八席的 對 他竟然 這個完全無差別的 在攻擊司法 他之前做圖卡 台灣民眾黨圖卡 開始攻擊司法 所以我先講民眾黨 未來發展的結果 就是民眾黨將來只能走向極端 對 因為吃他們這一套 相信他們講的話的 就是最極端的那少數人 而極端在台灣 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主要政黨 民眾黨 拿這個說不當搜索私人區域 北檢人員 未進同意 自一翻動 且無全程錄影紀錄 北檢搜查時禁制查黨部同仁座位表 針對基層黨公私人區域搜索 好 跟大家解釋一下搜索票怎麼開 搜索票寫地址 過去曾經有個案例 你知道有些大樓 比如說他14樓 1-1號 1-2號 1-3號 檢察官搜索的時候 譬如說某某地址 14樓寫了1-1號 但是進去搜索之後發現 原來1-2號也是他要搜索的相關的 所以檢察官就跑到1-2號去搜索 最後這個搜索結果送到法院的時候 被裁定無效 搜索票很嚴格 因為你搜索票地址沒有寫1-2 所以你不能搜索1-2 好 這個搜索票寫的地址叫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他沒有1-1跟1-2 而且進去之後 許甫怎麼說 我們沒有黨主席辦公室 如果我是檢察官怎麼辦 我是來搜索柯文哲相關可能犯罪證據 那你既然沒有講 你講我沒有黨主席辦公室 那我就把整個這個地址的範圍 都視為有可能是柯文哲存放物品的地方 因為柯文哲常在這邊出沒嘛 所以檢察官為什麼要去翻 因為他要確認 柯文哲的東西有沒有放在這裡嘛 對 那請問他有沒有隨便扣別人的東西 沒有 沒有啊 扣了柯文哲相關的嘛 所以北檢後來發了新聞稿說 周姓秘書長 周宇修 口頭向執行人員說 柯姓被告在上指中央黨部 沒有專屬辦公室 但仍會於上班開會與辦公 又執行人員依法 本應依搜索票記載之搜索範圍 何時確認該指黨部內 是否有柯姓被告之辦公室 及使用之櫥櫃 對 你沒在那邊辦公室 有沒有看 你們在那邊存放櫥櫃或東西 我要確認嘛 所以他在做那東西就是在確認 那這樣很假 我以後藏錢放阿川辦公室就好了 對啊 沒錯啊 沒錯嘛 照這說張秘書長說你不行啊 這個邏輯不對 我沒有辦公室所以我可以藏錢 而且他那種黨主席 黨主席沒有在這裡辦公 可是東西放在黨主席的秘書 黨主席的助理的櫃子 黨主席秘書跟助理的櫃子 說不能收嗎 對 一定能收了嘛 放在秘書長辦公室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而且北檢還講 搜索過程當中都有律師陪同 周姓秘書長全程在場見證程序 也沒有他 他也沒提出任何意義 你現場有律師陪 那你的律師跟柯文哲一樣是笨蛋嗎 對 就完全不提意義嗎 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要進廣告 可是回來還有更誇張的事情 他們竟然說你疲勞問訊阿伯 可是這件事情連曾經當過檢察官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吳宗憲都看不下去 跳出來說這樣的問訊方式絕無問題 阿伯到底會不會因此而逃過一劫我們講的是法律上的劫難 可換個我們現在講政治上的劫難 就是民眾黨會不會從此走向一個極端路線 從此遠離了中間的民意 我們今天看民眾黨在做危機處理 他不去解釋阿伯的爭議 他不去解釋大家的疑問 他去做政黨對立 他就挑逗起藍綠的抗爭 沒錯 他在質疑司法 這是很壞的施放 其實鄭浩你記不記得在檢察官完成搜索柯文哲去連政署的上車前那一刻柯文哲就在做政治操作 你基本要講一句話 請執政當局解釋 為什麼要搜索主要在野黨主席 其實你把國民黨放來 國民黨還是主要在野黨 你是次要在野黨 好 疲勞訓問 這個也是很多人 他們其實黃國昌不懂嗎 他是律師 他一定懂 對 疲勞訓問跟夜間訓問 基本上是兩個不可以畫上等 沒錯 就身為一個被告或是關係人好了 檢察官把你帶到地點署 你已經問了一天很累了 晚上你說我太累了 我拒絕夜間訓問 通常檢察官你拒絕夜間訓問有兩種處理方法 是 檢察官說那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對 休息個幾個小時 我們再繼續問 對 或是說你說我不要 你就睡到明天再來 對 那你就旁邊有個後審室嘛 對 我們之前都討論過後審室你就在那邊睡嘛 明天早上檢察官再來問你 對 這二選一嘛 結果柯文哲選擇第三種 你北要回家 我拒絕夜間訓問 檢察官你正好 我拒絕夜間訓問 拜拜 哈哈哈哈 拜 檢察官說你倒在我這裡菜市啊 對 直接抓起來 對啊 而且還好對他也算鯉魚也沒有上手銬 對 抓起來之後柯文哲大概也嚇到了 對 日子也嚇到 哇你非法逮捕 我要直接交付審判 對 送到北院去一趟 所以為什麼會拖那麼久 對 因為中間他們自己搞的 沒錯 送到北院之後 北院說沒有啊 檢察官這個訊問沒有問題啊 回來重新重來重走一遍 你最後還是一樣要問完嘛 因為被審訊的時候一定很疲勞 對 我要問案那麼細一定累 可是我們刑事訴法明文規定不能夜間訓問 對 你是可以拒絕 你拒絕就去旁邊睡覺 對 你就睡到天亮OK啊 對啊 只是睡得比較差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 通常絕大說數如果是被告 他不會拒絕 因為我跟你講 沒有人想在那邊睡到天亮 對 睡過的人就知道了 對 你去問問睡過的人就知道 好 吳仲介在講說 他以前是檢察官嘛 對啊 沒有啊 完全符合正常做法 當事人如果累了 隨時可以表示意見啊 又有律師在旁邊 律師不會不懂可以表示累了 所以沒有疲勞訊問 符合程序 吳仲介都看不下去了 對啊 你律師在旁邊 你隨時累了 他就可以休息 然後跟他講 我有讓他休息 對 好 這個呢 民眾黨又有另外一個矛盾 陳昭芝說 我傳簡訊給曾經的好友賴清德 幫柯文哲討公道 什麼東西啦 他說呢 我傳簡訊給我曾經的好朋友賴清德 因為不捨 不捨柯文哲受幾十個小時精神淋虐 對 只想要和最基本的公道 公平人道四個字 希望總統能公平人道對待柯文哲 公平啊 每個進去都是這樣啊 這個漏漏燈 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 浪阿伯回家睡覺 不是 請總統干預司法 對 把手伸進去 對 你們不是講說司法迫害民進黨綠色恐怖 然後你現在又拜託總統去干預司法 搞得我都亂了 對 好 郭亞會出來講說總統已經停用私人手機了 其實我跟你講 以前跑立法院記者都有賴清德手機 有嗎 我也有 你打看看 我也有 我也有 我今天有事了 你有事 對 寧波的號碼暫停使用 你真的敢打 我就打 他如果竟然說 喂 我是賴清德 喂 陳道茲傳簡訊給你 你有沒有收到嗎 你真敢打 而且我跟你講 我告訴陳道茲 我沒有傳簡訊給賴清德 但是我曾經收過賴清德的簡訊 對 就是他那時候去 有別的事情的時候 也傳給我 好 所以呢 因為總統一定有一個公務手機 對 他個人基本上也不會再用私人手機 好 所以呢 好 這個就九一記者節快樂 吳怡軒 你很難想像一個當過記者的人 沒錯 竟然在記者會去嗆記者 對 不過呢 因為他會拿體溫計去量現在的室溫 但我也不覺得離譜 就這個記者他直接嗆記者說 你現在是想怎樣 對 我想問問題啊 他們記者會 那個過程 記者會 他們宣佈結束 但是東森的記者 有台記者說 我還有個問題要問 外界說你們有那個去 陳佩奇ATM存款 對 然後吳怡軒直接向說 啊 你現在是想請問東森記者 為什麼特別影響我們記者會流程 啊 人家是問問問題啊 對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後續還不是 啊現在是想怎樣 哎呦 你知道 他講這句話之後呢 我有住在高雄的朋友就跟我講 他說 我們高雄 你如果說這句話 後來就出來要輸贏了 現在是要怎樣 就是出來就要輸贏了 就要輸贏了 你已經變小胎妹了 你以為講完這句話沒事嗎 不對 講完就要輸贏了 因為都友台 那個記者是年輕的 他比較資淺 對 可能禮拜天也被叫去 臨時叫去帶餐 所以後來旁邊那個攝影大哥 看不下來就嗆他 對 因為他最後不是 還說祝大家記者節快樂嗎 對 那個攝影記者就嗆他說 啊你在罵我們 我們記者節怎麼快樂的起來 就造成你知道嗎 這兩天 我特別看了友台的節目 是都在殺柯文哲 24小時都在看柯文哲 這就是他們要的 發言人要滅火的嘛 你怎麼火上澆油 發言人是拿提油救火 對啊 四叉貓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嚴重 就是說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你們民眾黨也有人在開直播嘛 對不對 請問我們就是說 不喜歡柯文哲的人好了 有沒有人去攻擊他 沒有 去搶他的直播放 沒有 那你們為什麼要去搶四叉貓的直播放 對啊 四叉貓看起來像恐怖份子嗎 不像 超可愛 他那麼溫柔可愛 怎麼會是恐怖份子呢 你幹嘛去攻擊他咧 對不對 雖然四叉貓很大張 但是他真的不恐怖啊 四叉貓就去報案了 報案了 好來 發生地點博愛錄 一百三十一號 寫對面 發生時間 一百四三年八月三十一號 十一點四十分 對 報案人於上述時間 先是招白衣男子搶奪攝影設備 防害名譽強制後 又招另外一名黑衣男子丟寶特瓶 言語謾罵 顧於今日自首踢爆 你還被丟跑到那邊 我有閃過啦 我有閃過 我有一直閃掉 有掉 對 這個動作還算靈活 靈活的四叉貓 四叉貓說希望他沒事 我的iPhone16跟日本女費還得靠他 OK 這基本上這幾條罪 剛剛律師跟我們解釋過了 對 強盜罪是 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 對 而且這沒辦法一顆罰金 沒辦法一顆罰金 所以真的你們小草可能會比阿伯早進去關 好我們請換哥來問 師傅幫我還原下 你還被丟寶特瓶 太慘了吧 我跟你講 因為我想說那一天流量很好 大家都一起去蹭嘛 對啊 那我就到現場 然後到現場一看 就是那個小草們 他們就被警方又柵欄圍起來 對 就圍到前面那一圈 那我過去的時候警方就跟我講說 這個地方 你可能來這邊會不太方便 對 因為那邊這邊是給小草們的柵欄 他叫你去對面 對 他說你能不能遠一點到對面 我們讓你到對面去 任意去給你們這些另外一邊的支持者 然後我就很乖 我就跟警方就帶我到對面去 就地檢署對面是開另外一種停的 對 就另外一個地方 斜坡那邊 斜坡那邊 然後我大概距離一百多公尺 距離我想說那麼遠 然後警察也說 我在這邊安安全全 可以在這邊開直播 對 結果他們就跑過來了 對 一百公尺遠 他們在他們那邊開 我在我這邊拍 然後他們還跑過來 唉唷 對啊 然後跑過來 警察這邊至少五六個 還沒保護好你 對 這邊五六個在保護我 都 對 誰會想到在博愛特區 對 在 因為對面還有上百個警察 對 然後這邊比較少五六個 對 這邊有一百多個警察 然後媒體都在拍 對 就是那個白色衣服的人 對 跑來搶我的那個直播棒 我這一支兩三萬 兩三萬 這很貴好不好 但是那個 你確定你帶的是直播棒嗎 直播攝影器才在串一串的 OK 所以它整串 上面是有相賺嗎 沒有啦 現在直播機都這樣 因為上面還有喊手機啊 手機又一萬 對手機又很貴 然後就這樣子 他就跟我搶走 然後他不還我 他也不還你 然後不還我 結果警方就跟他講說 就是你看警方現在叫做 放手放手 一直叫他放手 他才放手還我 對 然後結果我放手還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一直在叫 那個時候叫 菲利亞菲利亞菲利 你沒報警啊 沒有 因為我一開始先喊說不要搶 然後結果警方一開始 好像沒有聽到 對 所以我就改喊菲利 菲利警察就來 警察就圍過來 有沒有看到 你真的喊菲利 我一直喊菲利亞菲利 你可以看影片 我一直喊菲利亞菲利亞菲利亞 警察就跑過來了 是 所以果然遇到事情 你要嘛喊吃火 要嘛喊菲利 菲利 對 然後我就跑到旁邊去 那你知道 那個記者媒體就很敏感 他們就看到說 那個我在那邊喊 他們就衝過來 就是這個畫面嘛 對不對 他就衝過來 你知道我看到鏡頭一轉過來 我馬上開始裝哭 我就馬上說 好可怕 我還看到標題說 4X貓哭了 沒有啊 我看到標題 我一看說假的 我連點都不點 我有爆感情下去 我覺得 我覺得哭得比國昌老師 還要增長 是是是 我就在那邊講說 我好害怕 我好無助 我好擔心 他們都攻擊我 對 然後就那個那個 然後再哭 然後你後來就去 昨天就去報案了 對啊 因為本來警察被被問我說 要不要當天報 我說我就是隔天再去 因為他有操入那個身分證 跑不掉 對 跑不掉 因為有兩個 另外一個就是看我在那邊哭 可能哭的 看我哭哭的不太開心 然後就拿寶特瓶丟你 他就跑過來拿寶特瓶扔 不過我有閃過 我這樣一閃 我一個側身就閃過 一個move 所以如果我沒閃過 我還告傷害 但是如果我閃過 所以不能夠傷害 好